明年的华裔节迈入第16届 冰海艺术中心将呈现多场演出 工作方与讲座 为明年的新春佳节注入浓浓的艺术气息 活动的亮点包括 由本地剧团为剧行剧院操刀的全新剧目 以及首次在地下停车场呈现的戏剧演出 来看记者聂国卫的报道 本地青年艺术奖得主刘晓益的剧团 避难阶段再度为华裔节献议 这次剧团首次使用艺术中心的地下停车场 呈现爱因与斯坦的演出 并邀请中国昆曲演员张军 和本地音乐剧演员田伟宏参与 因为他其实我们很少人会注意到他 但是他又在这个艺术中心的地底下 他其实是他的根基 我们现代城市生活 其实停车场也是变成一个很有趣 很重要的一个符号 所以就觉得说如果在一个非剧场空间 做一个剧场演出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 滨海艺术中心也找来本地剧团实践剧场 首次为两千个作息的剧院 创作新剧目《六根不宁》 叙述六个迁徙旅程的故事 海外部分则包括 由张爱佳和王耀庆主演的港台创作《聊斋》 以及台湾歌手陆广仲 呈现的演唱会等等 明年的华裔节从农历出发 也就是2月23号开始一连举行10天 其中还有超过100场免费表演和活动 不管是舞蹈或者是音乐或者是戏剧 我们都会想跟本地艺术家合作 那我觉得我们中心一直以来都 在这方面很积极地跟艺术家讨论 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些艺术带给观众 滨海艺术中心将在2021年 迎来一个550个座位的全新中型剧场 到时怀疾的规模将不一样 不过将继续推动本地的艺术事业和原创作品 新闯闻新闻记者聂国伟报道